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来继续看 《猎王纪上》第20章主题为 服侍上帝要尊崇 服侍上帝要如何尊崇呢? 我们服侍上帝 无论是处在怎么样的情况 是在高峰期还是在低谷的时候 无论是在顺时还是不顺利的时候 不必要遵从上帝的吩咐 尤其在不可能做到得到的情况下 依然遵从上帝的带领 与遵从 《猎王纪上》第20章中 亚兰王变哈达带领军队到以色列作战 上帝赐予亚哈王胜利 他的军队击垮了亚兰人 便哈达带着一支新军队在攻打以色列 上帝再次让以色列取得了胜利 可是亚哈最后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 我们来看在第20章的教导 我们要遵从上帝的吩咐 我们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 亚哈拒绝亚兰国王的请求 它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来看 亚兰王变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率领三十二个王 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 又猜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 对他说 便哈达如此说 你的经营都要归我 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 以色列王说 你告诉他说 才顶灰罐假的 需要像栽灰蟹假的夸口 我们来看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节到十二节里 我们看到 以色列面对一个挑战 被处在一个处境 一个困境里 在这个时候 亚哈面临选择 是投降呢 妥协呢 是放弃战斗呢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敌人呢 还是靠上帝 战斗到底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服侍上帝的时候 面对挑战和威胁 我们是否也面临选择呢 我们是否选择放弃战斗呢 我们是否选择放弃信仰呢 我们来看亚哈的回答 王 中心 第一次 拆遣人 向仆人所要的 仆人都医从 但这次 所要的 我不能医从 就是亚哈 所讲的 回答的 然后他在 第九节 又在 然而在 但他在第十一节 再说 采顶灰灌甲的 需要向灾灰卸甲的夸口 亚哈拒绝亚狼王的要求 不依宠 在第十一节讲到的是 采顶灰灌甲的 需要向灾灰卸下 甲的夸口 意思是说 佩戴武器的人 不可像解除武器的那样夸口 也就是说 打赢了仗 卸下了灰甲再夸吧 打完了再说吧 的意思 我们也应当如此行 不要低头 不要妥协 不要放弃 不要离开上帝 虽然曾经失败或犯罪 也要站立起来打美好的仗 靠上帝打胜仗 继继续服事上帝 我们继续看第二点 亚哈与亚狼的第一次战斗 在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 在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里 我们看到 上帝应许让亚哈取得胜利 尽管他的军队规模很小 亚哈在亚兰国王和他的盟友 喝酒时煽动了这场战争 耶和华要让亚哈晓得这个胜利 是因为要让亚哈以色列人 晓得耶和华是上帝 当他击败了亚兰人 但亚兰国王骑马逃脱了 以色列人击打马匹和战车 重击亚兰人 然后在第二十一节 告诉我们 一位先知警告亚哈 亚兰人将在春天返回 我们在服事上帝和上帝的指明的时候 我们可能面对人手短切 人手不足 经验不足等等 但这并不能够拦住我们服事上帝 也不是陌路无法完成事工 我们求告上帝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来完成使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 也不要忘记要彻底解决我们的软弱和罪 因为软弱和罪是会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和彻底解决 上帝也不会喜悦和垂听我们 十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提到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点 亚哈与亚兰的第二次战斗 也就是第二十三节到第三十四节 亚兰王的陈朴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的上帝是三神 所以他们胜过我们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我们必定得胜 王当这样行 把诸王隔去 派军长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上师军兵之术 在招寡一军 马捕马车捕车 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必定得胜 王便听成普德话去行 次年 便哈达果然典奇亚兰人 上亚佛去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从这边我们看到 亚兰军对 他们被战败的事 做个回馈 重新评估 他们到底哪里出错 他们认为 以色列人可以在山上打胜 是因为 以色列人敬拜的上帝是三神 所以他们得到上帝的帮助 于是亚兰人 他们改变战略 打算在平原大战 以色列 他们以为这样 以色列人的上帝 就无法帮助他们 而以色列就会被打败 那一方面 他也认为 以他们一起攻打亚哈的三十二个王 不善于作战 于是 便哈达的陈朴 就建议用有经验的军长 代替他们 把他们换掉 我们再继续地看下去 有人 有上帝人来见 以色列王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亚兰人即说 我耶和华是三神 不是平原的神 所以我必将 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上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再次地 透过这次平原的交战 要 亚哈和 以色列人 晓得 他是 耶和华上帝 我们来看 第29节到第30节 以色列人 与亚兰人 相对安允 七日 到第七日 两军交战 那一日 以色列人 杀了亚兰人 步兵 十万 三十节讲到说 其余的逃入亚浮城 城墙倒塌了 压死剩下的 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入城 藏在严密的屋子里 亚哈与便哈达立约 在过后 他们就立约 然后亚哈放他回去了 再次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 而是造自己的心愿 造着自己的心意 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第四点 亚哈没有遵从上帝的后果 在第四点 亚哈被谴责 允许亚兰王活着 那就是在 第三十五 节到第四十三节 从这几节的这段经文呢 引述了 上帝透过先知 对亚哈宣告的审判 是谴责亚哈 先知的第一个 或者先知的一个门徒 奉耶和华的命 叫他的同伴打伤他 但是他的同伴 没有遵照他的画作 也就是 就是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 结果呢 被狮子咬死了 这里所要带出 先知的同伴 因不听从上帝的话 伤却要受到惩罚 何况是 必念上帝的亚哈王呢 在加密山的神迹 和两次战胜 亚南都不法 都无法 这三个事件呢 都无法使 亚哈王的心 回转归向上帝 纵使是上帝 要让他们晓得 上帝是耶和华上帝 他经历了神迹 和两次的胜利后 就完全把上帝撇在一边 找着自己的智慧 与亚南王立约 跟敌人立约 或者是立约 所以先知门徒找他 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 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 你的命也必代替他的命 那是在第四十二节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 我们就不能发现到 继续看圣经下去的话 我们不能发现到 几年以后 大约在三年以后呢 先知的话应验了 亚哈就死于亚南王的弓箭手 那这一段是在教导我们 在属灵生命的道路上 不要在经历上帝的神迹 和得胜的生活后 把上帝撇一边 不要把上帝撇下 离去上帝 已经忘记了 上帝如何的带领我们 如何的帮助我们 不要忘记上帝帮助我们 怎么样的帮助我们 不要像亚哈那样 按自己的心意行 把心一撇 没有遵行上帝的吩咐 心没有回转归向上帝 到最后 亚哈连生命都赔上 付出惨重的代价 所以 弟兄姐妹们 今天 我们从《猎王记》上 第20章 学习要遵从上帝的话 上帝的教训和引导 有许多时候 我们会按自己的心意 想法或概念来服事 而不是按上帝的心意 往往自认为 我们自己做的成功是我们的 结果呢 忘记了是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引导 上帝的吩咐 上帝的帮助 亚哈 亚哈起初也是按照 先知吩咐的方法去打仗 后来却按自己心意处理 俘虏 结果 不止得罪上帝 自己也要付上相当的代价 盼望 我们今天学习 遵从上帝的吩咐 不要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服事上帝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随时的 遵从上帝的吩咐 我们来祷告 加巴天父 我们在此的向您仰望交托 感谢今天您带领我们 赐给我们您的话语 主 我们恳求您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要忘记您给我们的恩惠 您带领我们 您吩咐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 都会遵从 你的吩咐 遵从 你的旨意 而不是 我们的 心意 主 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 我们 恳求您继续的帮助我们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